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看棋盘 这个棋摊主摆上以后 这个摊主当然都会缩一套 把人聚拢以后他会缩一套 他说你看这个棋 红防有双车双炮马三个兵 而且红防这个马把黑方的将牢牢地控制住了 现在黑将无处可逃 红防只要气到没有双车 这一将就赢了 大家都知道 都看出来了 有双车给大家增加难度 谁看出来谁就下 我这盘棋就把一分钟 谁能赢就要赢 这时候一般来说 一般的棋手 他是不敢轻易的上去比量 因为他都知道 他这个水平有限 他也看不明白 这时候一般都是突然先上去 突然说你这个棋多钱一盘 他说你输了给我200 我赢了给我400 你赢了我给你400 突然说那你这个棋 你这个摊主你是不是傻了 你这棋多简单 有双车说你来吧 就说突然就先走了 突然一般先走这个 一将一吃 再将 在将的时候 这个摊主并不走最厉害的招法 这不起啊 摊主对托走的时候 他就走这个 但是这走到这里呢 这个托一般都是什么呢 他是托嘛 所以说他就走 走这 或者走这 故意露出破绽 一般都走这 这时候呢 这个摊主说你这个水平太差了 一将 将死 完了这个托啊 就是非常懊恼 他显得非常懊恼 他就对你说了 他说哎呀 这个棋 我这个棋 太冤枉了 我说这么一将 我泡一进酒一将 不就赢了吗 对不对 泡一进酒一将 他一打我一拱将就赢了 我怎么没这么正常走呢 这时候啊 就跟我旁边的人上大 旁边的人一觉得也对啊 这泡一瓶进酒一将 不就赢了吗 所以这个托啊 就马上就说 他说我再给你吓一盘 就把大家赌大一点 400对800 但这时候他人就说了 说你这盘棋啊 你已经下过一盘了 而且呢 你就差一步 一步棋就赢我了 我是不是你再下了 你再下别的吧 因为你是高手 对不对 这盘棋我就摆一分钟 如果在门解的话呢 我就撤了 说不让你下了 这时候 这时候就是把这个 就像钓鱼一样 把这个钩啊 你放得很深了 这个一般的棋手啊 就觉得哎 就不让他下我下 我也看明白了 我也能赢啊 等你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比如你上来 他说好 你下吧 你下一将 啊 他那一吃 你再降的时候 这时候他那 就不吹车刺激了 就横车刺激 横冰刺激了 这个时候就是说 对一般的棋手来讲啊 他肯定是没有这么 这么深的计算 看不出来这个平平驰和退址是有什么区别 他还是这么僵 他一僵 这一打兵 这时候你摘一拱江啊 你的团主正好有一个炮物退六 解僵还僵啊 解僵还僵 平平为什么 为什么平平次去 这个陷阱在哪里 就在这里 平平以后把这炮路让开了 你再降 我说解僵还僵你 你因为你这里是绝杀 实际上我这边有解僵还僵 僵你 你输了 绝杀了 这时候呢 一般呢 这个旁边 这个托儿啊 他是不会放过你 他说 他跟你说了 哎呀 你这个棋下太差了 你下兵一将就不赢了吗 你为什么要拱兵拱炮啊 你下兵一将就赢了 但是他这里都是陷阱 你觉得对啊 等你下兵下不安心 在下兵一将的时候啊 走到这里 比如说走到这里啊 你听这个 这个旁边看热闹的 实际上他们都能看出 一伙的 他一将你 你打兵的时候 他一打兵的时候 你说我这边上进一步就赢了吗 将死了吗 他就给你拿过来了 说你先别走 你生气 为什么不让我走啊 我将死你 为什么不让我走 说你别将我 我将你呢 我这里将你 你硬将啊 硬将 人家炮八瓶 是解僵还僵 将你呢 这时候你害得走 硬和后背走这儿 你再推炮一将 这样起就是什么呢 一模一样的招法 赢两遍 能赢两遍啊 这个是非常 这里边这个 硬过镜是非常强的啊 就是说 将无残棋啊 并不是说 普通棋手能解开的啊 下面呢 我就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盘棋这个 正确的解法啊 这盘棋的解法 怎么正解是什么呢 是先用前车镜啊 这样呢 就避害了他这个 拱兵以后的个退车的手段 先用前车镜 等你吃我鞠的时候呢 我再停车啊 这么这么下 后车再吃 这时候呢 你就不管吃我车了 吃我车 我这个这里堆死 堆死了 因为兵在中间 你能解架还僵啊 你必须得横兵以僵啊 这样呢 带僵 把这个鞠吃了 再僵啊 必须把这个炮吃掉 因为这个炮的僵是 黑盘解不了 解不了 只能带僵吃掉 这样呢 红方横兵 红方不能拱炮 拱炮以后 黑盘一落向 将老将上来 你三个敌兵 有什么用啊 一点用没有 对吧 只能横兵 横兵的时候呢 黑方落向 把马吞变着 这样呢 红方再横兵一将 黑方打掉 红方一蹬 这里呢 黑方应该走 车九平二 黑方不能落兵 如果黑方落兵 红方有个退马一将 这马六进七个绝杀 大家看 马炮兵 绝杀啊 这里边陷阱还是很多的 所以黑方啊 一定要走车九平时跟炮 跟炮以后呢 这里黑 红方那个炮也不能平了 如果黑方平炮 被红方一落 你再退马啊 你可以退车了 你这马炮兵 肯定杀不举马兵了 这样红方输了 所以说呢 你这里啊 也得简化 退马一将 红方只能刺 再一拱 回方一下 红方一退 然后再将 形成什么呢 形成马兵对马双兵的局面 这个残旗啊 应该说双方过 我估计是肯定是和旗 啊 是一盘和旗 这个旗呢 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了 因为这个里面步数呢 非常多 而且呢 最后变化呢 如果双兜组队呢 是一盘和旗 所以说呢 我就不给大家讲解 大家可以自行拆解 通过这盘旗啊 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可以看出来 江湖残旗啊 它里边 隐藏的手段 特别多 虽然说江湖这些旗手呢 它这个队役的水平 不一定很高 它实际上的水平不一定很好 但是它呢 由于它经常研究 所以说对这个 起义里边这个陷阱啊 它都了之涨 再加上它旁边有几个人呢 旁边啊 给这个三封减火 或者说呢 是帮你制造 或者说激怒你 有的时候 两个人他和贪主是一伙的 他激怒你 贪主不跟你下 他跟你下 你觉得他不贪 你觉得他比你笨 实际上他那是一伙的 这都是江湖残旗当中啊 经常遇到的骗术 所以说大家将来 遇到这个江湖残旗啊 一定要小心 下面呢 我再为大家讲解一个 实战的残旗 实用残旗 今天为大家讲解 实用残旗呢 是车单式 对车兵的残旗 这个残旗啊 也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传递 非常实用 经常经常见到 一般来说 车高兵是必胜车单式 车高兵必胜车单式 但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棋盘啊 在这个情况下 有核起 为什么说有核起呢 因为黑车呀 只要占助车入地 中途这个点 这个点太重要了 大家记住 残旗的时候 中路是最重要的 中路为什么重要 比如说车炮对车摄像权 不 车炮对车框架 车炮一方 双方都没有思想 车炮一方占入中线 就是零起 不被黑车一方占入中线 就是核起 所以说这个中路是特别重要的 而在车兵查击的时候呢 这个竹林线也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这个兵的下落打呀 黑方占入了竹林线 这个兵没有好路下去 比如说大家看实战 往往滚一下兵 这时候呢 黑方前岸不能横扯啊 平车就输了 平车 红方车一退 再立中架一扎 这就输了 他一定要退一步 你这个车 树线动不了 只能横走 横走人不怕 可落势 对吧 你再横走只挑势 你横丁高居 这样去 对车是核起 兵对单四是核起 除非有挑胜 但是在这里 兵这么高 肯定是核起 所以你对车不敢 你这个兵 如果这么下 你这么下的话 他不管你 你下兵 你就开开 你这里下不去 对吧 如果你挑事 人家除降 这样的车 就把你这个车兵的牵扯 如果你在这里这么下 你把兵选择 这里这么下的话 人家除降 对吧 你再下 你再退 跟着你 你再下 你这里将军对车 对吧 这老将在外 进了 对吧 如果你再下的话 人家横兵了 出降了 出降了 你再一横兵 挑事了 这样形成什么 这叫单车保内四 单车保健 这是一个车兵 对车单四的一个 正合的局面 正合 所以说呢 如果说 黑方的车单四 碰到车高兵的时候 摆到这个架呢 应该说是一个定合的局面 定合的局面 那么如果摆不到这个架 那就这些就是定数 定数 摆不到这个架的时候呢 车兵是定胜 车兵是定胜车单四 除非那是红黄黑方摆到这个架 车低兵的时候 兵低了 兵高不行 兵高这里红黄中路冲 冲出去就赢了 对吧 兵到这 兵低的时候 这里有个合起 车单四和车兵 只有这么一个合法 或者这么合 这也是合体 这叫太空座椅 一般的时候 正单四的时候 把老将在上面 试在下面 这个架叫太空座椅 这个阵型在好几个残疾当中都能遇到太空座椅 一个是这么合 一个是这么合 这两个是合 别都合不了 比如说你要是这个体 假的 假的单车宝雷尸 这是书体 怎么样 大家看 这个你这个单车宝雷尸 并不是真的单车宝雷尸 对吧 你这是假的 红黄车 是让 排开以后 你现在不敢吃一个兵 不敢吃 吃兵 不敢吃 如果你走这里 立中车 可以开局 开局 你再一下降 横滨了 对吧 横滨了 如果你不下降 你高居 人家这里是将军 推这个车 车推到这里 大家看 车推到这里 对吧 下巴再落寺 再对居 这里有个对居的手段 大家看 对居 你这个题的时候 居不管对 你对居以后 支了以后 你输了 你现在赶紧走 你下降了 人家横中兵 你输了 就算你降了 下边的话 如果你进降 人家支四 你如果落势 人家进降 四丢了 如果你在上降 人家上降等一步 你下降横兵 这个其实你输起 大家看 这个 红黄这个获胜的手段 非常 非常简明 就是在你这个形成一个假的单车宝雷斯的时候 开车 这等你 对吧 你这个车 地中架的时候 车退回来 车退回来 下一步这么对车 这么跟你对车 就算你这个行 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个行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个行 它也是这么跟你对车 车退回来以后 这么跟你对车 对车以后 你这半车 你吃了以后 吃掉 正好形成了一个 单兵巧胜单四的局面 大家看 你现在落势落不了 落势一公里 你现在只能发走价 他也走价 你走价 他也走价 你再下降 他也落势 下降再一出价 这几里就输了 形成一个单兵 必胜单四的局面 这个车兵呢 所以说车兵 只有这么一个合体 就是车在这里 是合体 车在别的地方 都是书体 下面呢 再为大家介绍一个 简单的车炮 车炮巧胜单车的局面 这个上次讲过一次 车炮巧胜 巧胜单车怎么样 现在虽然说你的车 站到中路了 但是呢 红黄这个海里捞月 能给你抢过来 能把这个中路抢了 怎么抢 红黄先等退车 收炮 大家看 先平炮 为什么说这个题有巧胜呢 因为你这个老件太高了 件太高 你这个单车啊 控制不了中路 红黄走什么 红黄退车 退这个车 他看这个车 一般呢 这个车都不往这里退 退这个车 你现在不敢进降 你进降我 中炮打你 对吧 这一步就行 你出降披将 抽你去 你这样进不来 你只能下降 你下降我来退炮 再退炮 你这再进降 我再降 中路降 你出降 我炮我退一 这两批 比如你开车 我也是炮我退一 下一步我就这么一降 这样就把中路抢过来了 大家看 对吧 中路抢过来了 退炮以后呢 我并不知道去将你 我先可以先高车啊 对不对 把车先高起来 我再涨炮啊 你就这里 你这么僵 我也不怕你啊 你以为这么 能把中路抢过来 抢不来 我一僵你 我在进车啊 你下降我进车 车空你降 这个炮顶着你拘 你拘没定动啊 你拘一走 我一进降 中路抢来了 对吧 这样就赢了 所以说呢 这个棋啊 拘炮 单拘对拘炮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你站到中路 就一定能合 啊 这里永远挑胜 如果你这个降来高位 大家看 像我刚才这么走 平炮 下步呢 这步骑是个关键 把车退到这里是个关键 退到二路 一下降 哎呀 我再把炮 这么抢中路 你这个中路就 这里你就看不出了 进降我就僵啊 再退炮 下步一高距 等你再退车的时候呢 啊 我再可以再高炮 这样你中路就抢来了 就在这里叫刷呢 对吧 你一平车我就高炮 你进车我一将 这样我立住 啊 下步呢 没走 你动不了 现在没有走齐的 你跑去走 今天呢 我为大家呢 讲解了几个残奇 首先呢 我为大家讲解了一个江湖残奇啊 防止大家上当受骗 因为大家对这个江湖残奇很有兴趣 啊 问我的也不少 所以说呢 我今天为大家讲了江湖残奇 然后呢 又为大家讲解了一个 车兵对车弹室的 一个系统的变化 就车兵什么形式能合 什么形式要输啊 有什么巧胜 最后呢 我又为大家讲解了一个 狙炮巧胜单狙的残奇啊 今天的残奇呢 我就为大家讲得了解 您正在收看的是 网络棋牌频道 有什么形式能够的 有什么形式能够的 我们下期访问 我们下期访问